檢查血管酸塞 檢查救命放射科 通通都包辦 哎呦 放射科 我們放射科其實在 在醫院一般來檢查的民眾 來救折的民眾 其實不太認識我們是誰 那有時候常常是來到我們科 會問一些 因為我們的檢查 有時候需要打線影劑 我們跟核子醫學 不一樣的地方 核子醫學他們的放射線 是在他們的藥物上面 然後我們的話 是在我們機器釋放出來的 那些放射線 其實檢查完之後 就不會有輻射線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放科醫生 在醫院主要就兩件事 兩大類的工作 一個當然就是像 做一些影像檢查 從基本的X光 然後電腦斷成時任噪音 這些大概主要是這三個 像我自己也做比較多 就是一些微創的手術 然後微創手術包含哪些 基本上從頭到腳 大概都有 在台灣其實因為 因為早期V型肝炎的代源很多 其實肝癌還滿多 其實肝癌的酸塞 是我們一個很常做的 我們就是有點像心道管這樣 所以我們是從鼠息部 就放管子進去 然後在一些 可能已經沒辦法開刀 或者說沒辦法 可能其他治療病人上 我們就放管子進去 然後到達腫瘤的地方 就這樣釋放一些酸塞的藥物 這個是你來做 是 是喔 那如果我們像 鼠息部進去腦血管去 腦血管 腦血管去酸 也是我們放射科在做 是嗎 你好 你好 因為我們下次可能會去做這種手術 是你們做的 瓜哥的是腦動脈瘤 腦動脈瘤不一樣 EVM是不太一樣 那腦動脈要看大小位置 不過真的要跟放射科交好朋友 目前腦動脈瘤大概有的是神經科 有的是放射科在 大家都用得到 是 其實腦動脈瘤我們也有在 他有啊 你看 有啊 瓜哥得救了 你就是說 我們看到那個小的動脈瘤 其實現在因為健檢 提早會發現很難 是 即使真的有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真的很小 一般我們可能追蹤就可以了 不用說 我是都在追蹤 0.2級這樣 那不用擔心 真的嗎 真的 其實他這個放射科還要穿千衣 是 因為我每天這樣一直照一直照 如果我不做一個防護的話 這個 輻射累積的傷害是會有 所以我們就是治療要穿這個千衣 大概這件大概八 八公斤裝 他每天都要穿喔 沒有 就是只要我上台就是穿著 他 瓜哥也要穿 瓜哥也要穿 我來拿 是 還好是你 平常都對我來講太小尖了 你不要閃到腰 那這樣穿就對了 對 對 來 上面沒有留輻射嗎 不會 你照那麼多拿來不會 不會 膚色那個馬上就會 我要放手了 那你 還好啊 可是你一次穿著 站一個小時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有時候 坐 八公斤還好看 謝謝 但是瓜哥穿起來有點像賣豬肉的 我那... 賣豬肉 為什麼有點像 我在這畫面很像那個 行男大主廚 賣大主廚 對 其他人比較小見嗎 還是固定什麼的 有 你要穿這個什麼防輻射 對 防輻射 因為就是 剛剛還有一個脖子 我沒有帶來 因為主要身體會 對輻射特別敏感 就是一些線體 像 你手沒有啊 手對輻射相對沒有敏感 那頭呢 頭還有牽眼鏡 對 就是會蓋住 所以我在想 我不知道幾歲以後 應該 我是白內臟的高風險這樣 是啊 是 那你為什麼選擇這顆 我喜歡電腦跟動手做這樣 所以兩個結合起來 我覺得放射科是滿適合的 那你就知道這個傷害會有 那為什麼 但是其實統計起來 放射科醫師的 平均壽命 沒有比其他科醫師 短 對 你們有平均哪一科 你還短嗎 你還副產科 不是 我們最短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壓力大 他們放射科其實是宅男科 宅男科如果他只要看片子 因為以前 以前是宅男科 真的 以前他們主要是診斷醫學 所以甚至片子 現在遠距他在家裡看報告 打一打就可以有報出來 連不用到醫院都可以 但現在介入性的 的確是越來越多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科是 腫瘤科也是他們家的 放射腫瘤的治療 也是在放射科的範疇當中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 發展滿多元化的 而且放射科醫生 是很多科的好朋友 像我們腸胃科也是跟放射科 都一定要交好朋友 因為我們 我們剛剛那個醫師就有介紹 肝腫瘤是不是就要用那個 酸摔去塞那個肝腫瘤 那我們肝腫瘤哪裡來 都是腸胃科 肝膽科 要轉介給放射科 所以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把電腦打開 拿個花束點一下 就有人幫我們治病了 就是要靠放射科醫師 那很多情況的話 有時候是緊急的 放射科醫生對我們很重要 這時候就看交情 對 這時候真的是要看交情 比方說我以前在住院醫師的時候 遇到過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 他因為痛太多天來醫院的話 外科醫生不開刀了 所以就是說叫他 收給腸胃科打抗生素這樣 這種病人通常是很OK的 就是沒什麼事 就在醫院住個五天 就打完抗生素回家 結果這個病人他運氣不好 他住到第三天 然後又開始血壓有點下降 心跳變快 那像我們當住院醫師 對這種狀況就是會很警覺 就是知道說這個病人 他可能石頭又掉出去了 然後可能又重新 又把膽囊的出口阻塞 然後變成他細菌 突然很多從膽囊爆出來 變成全身在跑 這樣子的話 假如你再不理他 他 那我們學長就教 遇到這種狀況病人 你一定要馬上幫他處理 這時候就需要一個 就是 那時候就是要看 今天晚上放射科是誰值班 然後我那天運氣很好 就遇到一個是 我的就是算滿熟的同學說 那要幹嘛呢 就要拜託他說 我有個病人很急 他現在那個膽囊塞住了 現在快敗血症 你幫他放一根管子 進到膽囊裡面 從這個肚子外面插進去 讓那個膽汁先流出來 這個我們叫 就是你把那個很多細菌的膽汁 趕快流出來 他的這個感染就會好 那那天那個好朋友說 然後你馬上來 然後就立刻馬上 講到太新聞桌子都掉了 然後他就趕快 就把病人弄好 就推下去 就把這個管子放進去 然後髒東西流出來 結果我的病人就稍微馬上就退 心跳就回來 然後血壓就回來 他就不用插管了 然後也不用住家 或病房 隔天 還被主治醫師稱讚說 學弟你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時候都是我們要感謝 上車可以生的方式 來 又來 可是我在醫院坐 都沒有一天我喝咖啡 他是因為上節目才這樣 謝謝 像我們真的會關心你 你知道嗎 但沒有你們也不行 對 真的 我現在穿一下好熱 我穿上去 真的很像賣豬肉的人 真的耶 瓜哥 我穿一天 一手術下來大概可以 溜 體重可以少得一公斤多 真的假的 沒有 就流汗 那你怎麼昏入的 去吃豬肉 沒有 就那個 下班又吃 對 下班就吃完了 晚上吃完就回來 光聖哥醫師就不能摘人 剩 像我以前跟那個 曾晨姐醫師 在同一個醫院的時候 就晚上被他扣過 我會害你嗎 其實光聖哥醫師 最主要的工作是 看影像打報告 那最多的需求 當然除了膽囊發炎 這些就是癌症 那癌症本身就分兩個來源 一個是醫師轉介的 那另外就是篩檢 就是你沒有症狀 你來做健健 那健檢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很多 我們在推動的包括乳房 乳房的癌症的檢查 我們知道傳統中用超音波 超音波沒有輻射 可是它不是看得很明顯 很容易找到早期的癌症 那乳房攝影大家有做過 就是女性朋友很多都聽過 她就是把乳房壓得扁扁的 臂光穿過去 然後把腫瘤找出來 那我今天是給大家分享一個 比較發展蠻快的一個 一個工具就是核實共振 MRI 就是一個很年輕的女性 她有症狀 她摸到一個東西 那我們請她再復檢 三個月後復檢 這個腫瘤還在 那我們建議她做切片 就是放一根吸針 裡面有一把小刀 把組織拿出來 可是她年輕 還沒結婚 怕什麼 怕留一個疤 所以我們就跟外科醫師討論 我們建議一個方法就是 使用女性的抗荷爾蒙 一種抗荷爾蒙的藥 而且是低劑量的 只使用一到三個月 好 那她就回來復檢 我們看看 非常戲劇化的 這個腫瘤整個不見 不見 所以這個女性 她就後來沒有做切片 而且之後在檢查也都穩定 沒有再發現腫瘤 所以我們女性假如發現 可能有疑似腫瘤 先看看是否有在使用 所謂的 荷爾蒙的補充劑 因為我們非常多的案例在蒐集 就是說如果過度使用 同時看到有這樣的一個腫瘤 它可能是假性的 那你可以透過 停藥再來復檢 就會看到類似的變化 就是那個腫瘤可能 它沒有那麼紅了 就代表說它應該不是癌症 我這邊這一集 有一點是感恩會 因為我前幾個禮拜 才一個個案 生產產後的大出血 產後大出血 其實感謝醫學中心 大家共同的聯繫 所以到那邊的時候 急診科來救命 然後很快的 call了我們複展科本來就在 然後再來就叫了心臟外科 因為可能要裝一個科膜 後來也call了放射科 因為有可能血管要酸塞 那時候大量輸血 因為後來總共輸了1萬cc 所以你知道 所有的一個好的醫療 需要很多的神救援 更多的神隊友一起來幫忙 所以今天是感恩會 我是來謝謝這些所有的人 這個放射科以後 如果真的我們有需要 我也是會請咖啡的人 真的 我們真的是很感動 就是說 這個節目能夠把這些 平常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科別的醫師 或者是像醫檢師 今天的合醫科 或者是影像醫學科的醫師 都找來 我想以後 如果能夠再找更多的我們的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料到說 醫院裡面 各種職業等相當的多 其實醫院是一個小型的社會 你知道嗎 很少有一個產業 會需要這麼多的職業 裡面我不敢說有100個職業 但是幾十個是一定有的 所以像這些東西 就是透過團隊的這個什麼 就是大家的團隊合作 然後大家彼此配合 彼此溝通 然後讓大家的健康 得到更好的照顧 對 任何一個環境都是這樣 你看他們第一線男女主角 好的主持人 他之所以會紅 他是因為幕後的團隊 把它包裝成這樣子 只是他是在前面的人 所以說你看 有時候醫師把這個病醫好 並不是這個醫師而已 他後面有太多人付出心血了 其實我們節目的功能 就是要介紹這些 默默的無名英雄 我們掌聲鼓勵 我再次恭喜政人員醫師 出第三十幾本書了 瓜哥 你知道嗎 這本書的推薦人 像這個什麼副總統 什麼監察院長 台北市長 這不是很重要 歷任的衛生部長 最重要的職業有一個叫胡瓜 這很重要的職業 我是很少寫推薦的 但是被逼的沒辦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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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這張小小小的 正業 uku 很重要 請